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评论一下这个G-In Hotel 这个就是它的走廊去我的房间 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会住的Hotel在冰城 叫G-In 这边有一个冰厨 有一个小小的吹风筒 一本Bible书 冰厨里面一个没有东西的 小冰厨啊,standard都有的 这个是厕所 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一看 有给一些搭配的两个杯 两罐水,一些茶 糖,咖啡 这是boiler 一个椅子 一个普通工作室 跟一个很大的镜子 这一边有一个厨 保险箱,房间的东西 掉你的衣服 这间房间是king size bed的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desk 给你放东西 这边有一个床 一个24寸 应该是24寸的电池机 这边是底楼 所以外面看出去 是它的cafe 这边的cafe后面 这个房间是没有风扇的 只有给一个冷气 很美丽的涂花 所以不错啦 这个房间400多块 外住一晚 反对也不用什么新的装置 我只是睡一晚 等下过后就出去玩了 第二天要check out 去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toilet toilable 这是我经常带的旅行的pack 装那些洗脸装那些 放衣服的 这个是tower 洗脸盆 一个大的镜子 垃圾桶 这边是洗脸盆 这边是冲凉的 比较普通 把它还可以用啦 有来 all-in-one的sampoo 洗头跟洗身体是一样的 哇沙一个 这个测水有来一个centralized的测水 一个冷水 这个哇沙是fixed的 然后高度 所以如果你太矮 你要拆 拿起来 来自己用手拿出来冲 如果你太矮啦 我172 就没有什么问题啦 所以 这个就是 哇沙 其一的东西都是很standard的啦 没有给什么 多的东西 门是拉的 所以它的门是这样子拉的 就关起来是 不会弄到外面的 所以特地喷它色色啦 ok 所以它会给 两双这个comfit的拖鞋啦 给你穿住走来走去 因为有时趴地上肮脏 所以会弄到你的脚 你的脚就会影响你的床肮脏 就变到很隔离啦 所以穿了这个就少肮脏咯 就是这样咯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请给我一个like跟赞 谢谢大家的收看